中共的嫦娥一号登月后 发回来的第一张照片也被证实造假 在旋转20度之后 发现与Google Earth的月球照片是一模一样 在这之后 老百姓就经常用只有日期是真的 来形容中共官方媒体的造假程度 嫦娥卫星发回来的月球照片 在最初的激动跟兴奋之后 马上有人拿他跟美国人当初拍的月球照片的做比较 甚至有人认为是抄袭 导致科学家纷纷走到公众的面前 或者理性或者感性的回应质疑 是的 的确 围绕这两张照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质疑 而且有趣的是 这种质疑并不止停留在国内 都已经或多或少的成为国际话题 在信息化快速向前的当今时代 我们该如何面对公众的质疑 该如何澄清真伪 如何让真的真而让假的水落石出 我们的观念跟做法该有哪些转变呢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关注质疑与面对质疑 嫦娥首服月照抄袭美国 在很多人看来 或许这是一个不觉得异博的无稽之谈 但是事件的真实发展 却并非如此 对照片真假的质疑 不仅迅速的在人群中扩散 甚至吵到了国外 我在这个NASA的总部上班 每天早上呢 NASA总部大概都是公布全世界 过去24小时发生的重要新闻 太空方面的新闻 那么我昨天呢 昨天前天连续两天 那么这个我一到办公室呢 一看这个新闻简报 他全世界的新闻呢 就看得非常这个明显的 说这个中国的探月照片呢 可能有人向他挑战 说这个照片可能是假的 嫦娥月照真的是抄袭的吗 12月2号 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 首次公开作出回应 他的解释 在第二天立即被大量的媒体引用 欧阳自远说 中国照片与美国的相比 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 在两张图片靠近中心的相同位置 中国的嫦娥月图有两个小坑 美国的只有一个 而远在国外的华裔航天科学家 李杰信则进一步认为 对公众的解释 不妨可以再详细一点 但是我看这个照片 大概最明显的不同是这个样子 因为地球有很多运势坑 运势坑呢 它的相对的这个阴影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就比较了一下 这个运势坑跟太阳的位置 造成的阴影 那么美国这个 它的阴影呢 大概是从在12点钟的位置 而中国这个照片的这个阴影呢 是在11点钟的位置 那么我算了一下 大概多少个运势坑呢 在这里大概有 将近30多个运势坑 那么每一个阴影都不一样 所以这一比较呢 这两个照片是绝对不一样的照片 在这之后 老百姓就经常用 只有日期是真的 来形容中共官方媒体的造假程度